不管是鮮美魚湯 或是炸的金黃可口的椒鹽烤鮮魚 還是新鮮生魚片 每樣料理在主廚金星料理下 看起來都相當可口美味 而這些料理都是來自宜蘭南方澳魚港 不過民眾現在不用舟車勞頓 到台中清新溫泉飯店就吃得到 現在當季的食材 是用青魚還有土壯魚 還有黃旗鮪魚 在這邊做料理的方式 從原味的吃到有料理的部分 原味的生魚片 以及日式炙燒的方式都有 還有做一個拉薩魚湯 拉薩魚湯是用天性南洋的料理 做一個魚頭 豐富的膠原蛋白這樣的料理 每天從南方澳產地 直接運送到台中清新溫泉飯店 保持食材的新鮮度 而這次南方澳美食季 還有一個特色 主要衣服上別有食材名牌的服務員 就會為顧客詳細介紹料理特色 讓民眾能夠一邊吃美食 一邊聽故事 比如說我現在常常帶的這個是春魚 事實上春魚這種海產 它在我們台灣的海域裡面 它有六種 在我們目前餐廳裡面所用的 它是屬於馬甲魚的一種 馬甲魚在台灣又叫做北巴克 它含有很豐富的蛋白質 礦物質 鈣磷鐵 而且它的吃非常的少 很適合小孩子跟老人家 非常的營養跟健康 貼心的服務以及精緻的餐點 讓民眾都覺得物超所值 感覺場地來講還算很舒服 蠻寬闊的啦 然後用餐的這些 這些這個氣氛都不錯的 剛好小朋友暑假 現在室我們來感覺這個地方還不錯 就帶小朋友暑假可以過來這樣 飯店表示現場講求現點現做 不管熟食或生食 在主廚喬手下 變化菜色多達80多種料理 喜歡吃海鮮的老饕們 可別錯過這一次的機會 接著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